日本古代有个习俗 什么习俗各位啊 听起来很可怕啊 抛弃老人 古代社会很贫穷啊 贫困人家 养不起老人了 老人倒已经年岁了 成了非生产性开支了 只能吃饭不能干活 成了负担了 就很多贫困人家养不起老人 怎么办呢 就把老人背着扔到深山里去 弃老啊 所以来弃老这个习俗 不光日本有 很多国家都有 甚至还有杀老的 老人倒已经年岁不少 把老人给处理了 就古代社会啊 就非常贫困的状态下的 一种人类悲剧啊 这日本的一个民间故事了 一个年轻人 背着自己老母亲 往深山里走 干嘛呢 想把老母亲扔到深山里去 但是呢 儿子背着母亲 往深山里走的路上啊 这个老母亲 在儿子的背上 有个动作很奇怪 什么动作呢 他都不断地 折些树枝往地上扔 干嘛呀 儿子看得很奇怪 妈你干嘛呢 你总折这个树枝 往地上扔什么 儿子回答了 老妈回答了 儿子啊 我怕你回来迷路啊 你把我背着扔到深山里去 山这么深 你走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迷路怎么办呢 哎呀 我择些树枝啊 扔到地上 我给你做记号 哎呀 这样你回来就很 顺利地走回来了嘛 儿子一听眼泪 哗的流了下来 老母亲 在被抛弃的路上啊 还垫在那儿子 还怕他回来迷路 还想方设法 让他别迷路 这就是母爱啊 母爱这种伟大无私啊 遍及整个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